好不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北京啊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谈话 被解读成了政策可能生变 华府学者认为 其实美国重视的是台海军力的平衡 目前不可能减少对台军售 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下周访问美国 最好不要把停止对台军售 列为访美的目标之一 接下来看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北京表示 虽然美国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对台军售 但如果台海紧张情势持续降低 美国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盖茨的话立即引起 华府两岸问题专家的关注 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成斌表示 两岸关系的改善 不会让美国改变现行的对台军售政策 但如果台湾因为两岸关系的改善 而主动减少军购要求 美国才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台军售 两岸关系的好坏过去很少成为 美国对台军售与否的衡量标准 美方过去常说两岸军力平衡与否 才是美方考虑对台军售的重要因素 成斌强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如果把停止对台军售 作为对美国国事访问的目标 那他一定会省失望 驻美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查证 得到的答复是美国政府从未因为两岸关系的改善 而检讨对台军售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在回答中天记者查询时表示 他没有办法对该资的谈话直接发表评论 但是美国对台和对台军售的政策没有变化 中天新闻 张光华终于庭华盛顿报道